我認為真正好的比例 應該是像這樣的 唐老師 我不適合穿羽絨衣 老師都不是 妳適合穿羽絨衣就像那麼短 把它改短 你就去把它改短 對 但是它可能會有這種的 這個美食好可愛 裡面很可愛 那也是好可愛 這個殷琦穿應該下半球 就掉出來了 這個好可愛 這真的很可愛 我只要放那個骨頭 因為裡面它那一件衣服也很好看 對 真的 你看像這樣短短的比例 你看後面 這雙 對 對 臉筋 是 然後妳可以自己再加個 也是 對 妳看 自己再加個領子 好可愛 對 可以變成不一樣 這是大米亞嗎 所以像它的這個長度 要嘛就是直接到 露出屁股的地方 要嘛你就直接蓋到這裡 對 或者是像這種 像這種的部分 老師 這個很亮 你看我穿 她幾乎所有的衣服都要改對不對 對 對 幾乎 基本花不來 所以很難買外套 因為外套改很貴 妳媽媽呢 個子也這麼小嗎 比我還小 但她本身就是 因為她是會做衣服的人 所以我衣服都給她改 給媽媽改 對 妳看我後面已經抓很多了 對 她真的是很 這是很亮 我覺得 妳回去跟媽媽研究一下 出自己的品牌 不是 就是一樣的錢 妳們乾脆買 有多大就買多大 然後排成兩件 真的 這就是一種買布的概念 對... 嬌小的佩潔選擇大衣 真的很難 一定要勝選長度和版型 才能讓比例更好喔